第二个呢 他就强调这个 由于这个 他说既然这个重现 他要以这个语言来构造 以一种实践概念语言来构造 那么在这个哲学当中 就是日常生活的哲学当中 就要研究语言的逻辑 那你既然是语言构造的 就要研究语言的逻辑 他认为现代哲学家 从语言来研究 日常生活的形而上学 也就是由现代社会 日常生活的特点决定的 特点决定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在现代社会 随着科学技术 向消费领域的拓展 随着科学技术 向消费领域拓展 人们越来越依赖于 信息的技术 努力的制造各种信号 语言符号来进行社会管理 控制人的行为 他说所以就把人的活动 变成了只是被动的选择 信息和符号 信息和符号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比方说 信息 当然我们现在是习以为常了 习以为常了 但是我们现在是 从哲学的角度来讲 就是他们在二战以后 刚刚进入这样一个 现代性的社会 他当时所呈现的是什么 首先是交通的这样一个运用 他说这个信息语言符号 在交通当中 形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 一种交往信息 他说比方说 我要开车走一个路 那么只有红灯和绿灯 那个红灯就是停止 那个绿灯就是通行 所以你这个人 面对这样一个 面对这样一个信号 你是没办法跟他对话的 他不跟你对话 他叫你停你就停 他要你走你就走 你就是受到这个信号的 这样一个控制 他说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 比方说现在这个人们的消费 他说是被组织起来的消费 是什么呢 就是说人们的消费啊 是随着这个媒体广告的发展 人们的消费 他的这个获得的这个信息啊 都是在广告和媒体的信息当中选择 我没有办法知道我需要什么 以前能不能要到商店里面去 知道我要买什么不买什么 商店里面有什么没什么 我现在不知道 我现在不需要 我现在在网络上我都可以知道 我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 而且网络会引导你去消费 比方说哪有什么东西 哪有什么东西 然后今年的潮流是什么 明年的潮流是什么 所以你的消费 你的消费啊 是受到了这样一个 媒体和广告的这样一个引导 那么你也只能在广告和媒体当中的 进行选择 这就使人出在一个被动的状态 你不得不服从信号和语言 所以正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个变化 就是以前的这个消费呢 它是一种实体性的 而现在越来越变成什么 人们对信息对语言的消费 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谁拥有了信息 那么这个谁就主导了这个社会 谁就主导了社会 所以这样的就是说正是这样一种情况下 日常生活的这个变化 所以引起了哲学家们对语言的兴趣 所以把语言和相关的活动 比方说阅读写着音乐 都上升为哲学的研究对象 哲学研究对象 这个西方的这个传播学啊 传播学我这是稍微讲话 特别是这个欧洲啊 西方的传播学 它本身是和哲学连在一起的 所以包括这个传播学的这样一个 他们经常要学西方马克思主义 就是了解这方面的理论 因为他们的这个整个发展 包括这个传播学 包括这个对于这个文学 文艺批评理论 全部都是从这个里面来 所以他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后呢 他就把这些 比方说还讲阅读 差异是吧 就是很多这种阅读啊 他本身这个文艺理论的批评啊 什么文本的阅读啊 他全部都是属于哲学的 全部都是属于哲学 就是哲学已经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 一个抽象概念的一个构造 而是作为一种普遍性 渗透到各个领域里面 各个领域里面 你不管是联究文学的 联究这个历史学的 还是联究这个音乐的 写作的 他写作本身 比方像这个德里达 他都要联究这个阅读写作啊 什么这样 就是都是他们所要联究的 这样一个一些领域 一些领域 那么把这些东西啊 全部上升为哲学 对象 成了日常生活语言和哲学的 这样一个内在联系 就是说 这个随着这样一个 哲学的发展啊 这个哲学的领域啊 它拓宽了 它的普遍性呢 当它一拓宽了以后 它的普遍性也就更大了 更大了 我们看到黑格尔那个时代 他是把什么 哲学和这个历史学 和这个语言学和 很多学生 他是把它分开的 把它分开的 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王国 而现代生活呢 刚好是把它什么 把它穿透到这样一些学科里面 把它穿透到学科里面 所以它的很多的 这样一个 现在这个哲学发展的一个 你要了解它的 这样一个哲学思想 包括你 比方说你要是联究 他们联究传播学 我都建议他们 你要联究传播学的话 特别联究这个西方的 你要学它的传播理论 就一定要学习 西方马克思主义 他们这个都是打通的 实际上你讲的 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它的这个文化批判理论 都是贯通了 包括这个英国 它对阶级的分析 都贯通了这样一个理论 所以你都要理解 这样一个方面的理论 那么这是第二个 所以它要联究什么 语言的逻辑 语言的逻辑 那么第三个特点 就是现代生活样式的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可计算性 也就是你现在生活 除了受语言的支配以外 那么同时呢 还有一个可计算性 所谓可计算性呢 它就是什么 就是说日常生活 把现代社会的一切 都变成了数字 变成了可计算性的东西 那么在人们的这个生活 物质生活当中呢 它是以货币 以分秒 尺度 公里 卡路里 来计算物质东西 包括你的食物 都以卡路里来计算 就是它不是讲 那个食物的这个值啊 它多么美 这个美呀 摄像位的这样一个美啊 就是用卡路里来计算 全把它变成了一个 这个数字的东西 那么在人们生活的思想 创造领域呢 用人口统计学的方法 来计算人的出生 生活和死亡 生活质量的好坏 你这个生活质量好坏啊 它也用数字 比方说现在计算 幸福指数 我看到有的 社会学这个 他们研究的 计算这个幸福指数 就是你的经济怎么样 你的这个怎么样 它也是全部用这个统计学啊 人口统计学的方法 来标示的 他说这种数字化的结果呢 是把社会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 各个领域啊 都变成了一个平面 都变成平面 就是说我不管你是 是物质生产 是思想 还是文化 所有东西在我这个面前呢 全部用数字化表现出来 在我眼前里面 只有一个数字 只有一个数字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他就是说 把整个活动啊 就是打破了以往的 社会的经济基础 和上层结构 上层建筑之间的 这样一个结构的关系 使人们的活动 心理思想和道德观念 转变成不同层次 就是说这样一个 就是以前啊 是什么 在这个社会经济结构 这样一个结构当中 人们的心理各种活动 它都处在各种不同的层次上 是吧 人们的有各种一个层次感 那么现在什么 全部变成了一个平面 全部都是数字化 我就可以用这个 数字化的这样一个思维 用数字化的这个思维啊 来领导你所有的 这样一个一切 我就把它贯穿 贯穿到各个领域里面 那以前的时候啊 我精神的东西 我是没办法说明的 我现在全部什么 打通了 我都可以用数字的东西 给你统计出来 你统计的 包括你的思想的成果啊 什么东西 我全部用数字化 来跟你这个衡量 所以他说 认为啊 日常生活的这三个特点 这三个特点呢 就决定了当代哲学的 理性和实践的信实 那么在哲学的理性上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 要通过对语言和诚次的分析 来散发平凡的意义 那么平凡是什么 他说这个时候啊 平凡呢 他不能通过物质生产什么 而是要什么 通过当代哲学的 这个要通过这个语言和城市 这两个概念 一个是语言 一个城市概念 来散发这个平凡的 这样一个意义 揭示当代人的 深层的异化 建立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 这是一个 那么在哲学的领域 在实践的领域 就是马克思哲学呢 要区分样式和文化 样式和文化 研究现代社会文化的 片段性特征 这个片段性特征呢 也可以说是一种碎片化 就是现代人的生活 他追求什么 就是一种碎片化 我既然有了这个新的 我为什么还要旧的 这个历史的东西 它是不要的 它是不要的 因为它是直接的 它最后把它变成 全部是直接的 过去的历史 因为它这个一个东西 它越有历史东西 它越有这个层次感 是吧 越有这个厚度 那么它现在 它不追求这个厚度 所以它就说 要把这样一个 现代研究 现代社会文化的 这样一个 片段性特征 也就是碎片化的特征 以制定变革样式 及人的生成方式 行为方式的战略 从而实现文化的革命 这就讲什么 现代人们 既然是这个碎片化的文化 碎片化文化 它就是说 如果说 现代日常生活 是一种碎片化的 那么作为日常生活的批判 作为日常生活批判 是不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样式 新的新的样式 就是要打破这种碎片化 而制定一种新的变革的样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让它什么 把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 和日常生活 是不是区分开来了 日常生活是异化的 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 是非异化的 刚好是一个什么 代表了一种非异化的 这样一个思维 这个时代的非异化的思维 也就是这个时代的 这样一个哲学 这样一个哲学 所以呢 他强调 从这个里面 他就得出来 他说 这个和日常生活相联系的文化革命 这是一种微观革命 他不是和列宁 陀罗斯基和毛泽东 所说的改变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 理论和实践意识形态 认识和战略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 不是这个列宁 陀罗斯基 毛泽东所说的 这样一种革命关系 这样一个革命关系 而是什么 创造一种生活样式的文化 不是说 你把这个政治 这个经济和上层建筑 理论和实践意识形态 认识和战略之间 就是说 我只要把这个 那是一种宏观革命 我只要把经济基础摧毁了 那么我整个上层建筑 和这个 就是思想观念 和这样一个 就是生产力 发展方式 生活样态 全部都可以改变了 他认为不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那种是一种宏观革命 而现在的革命 是创造生活样式的革命 那种是什么 是摧毁你的 这样一个领导国家 就是说摧毁 就是说摧毁国家政权的一种革命 我改变你这个国家政权的 这样一个性质 原来是资产阶级 我把它改变成无产阶级的 改变为社会主义的 那么这一种革命是什么 是围绕着 这样一个国家政权发生的 这是宏观革命 那么现在的革命是什么 他说我们讲 讲的文化革命是什么 是创造一种生活样式 一种非裔化的生活样式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现代性的社会当中 这样一个我创造一种不同于现在 因为现在他们都是日常生活 他不是那种英雄时代 不是一个创造英雄思想的这样一个时代 而是什么 改变人们生活样式的时代 人们已经普遍化了 所以宏观革命 你改变这个国家政权的时候 夺取政权的时候 改变这个时候 他是不是要创造英雄 是吧 英雄要有号召性 能不能响应你的号召力 才能革命才能够发生 这就是当时讲的 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革命 这种宏观革命 但是现在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人们的所有的理性 是被这个有组织 也就是说 被一定的生活样式所操纵的 人们都是按照这个生活样式去生活 被这个背后的这个被组织 那个有组织编织起来的结构是什么 是一种生活样式 他制造了这种生活样式 所以你现在要改变他的话 你不是依靠这个夺取政权 宏观革命能改造 而是什么 创造一种生活样式的这样一个文化 所以在哲学的精神当中实现哲学 所以这就是一种新的这样一种哲学 这种哲学 所以他说这种文化革命 不是以纯粹文化为目标 而是努力的把文化变成一种经验 美化日常生活 使日常生活成为一种艺术的工作 正而讲的艺术的工作是什么 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 使你这个个体 使你整个生活不是被操纵的 不是被操纵的 如果你是被操纵的话 你是被动的 是被动的 是被规划的 你的所有的生活都不是你自主的 都不是你自主的 你个人都是受到这个组织压抑的 那么他所设计的这种生活呢 他说把日常生活变成一种艺术的工作呢 就是说什么 把它变成什么 每个个体都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 享受自由的这样一个个体的这样一个生活 这样一个生活 所以呢在这个日常生活批判 这个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等著作当中 这个列斐福尔从来没有把这个上述两个方面 把它分离开掉 而是把它看作什么 就是说这个日常生活和这个新的样式的创造 看作是新的哲学 理性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 那么在这个日常生活的批判当中 日常生活批判当中呢 他对日常生活的认识论逻辑 范畴和语义的研究啊 都包含了对能的深层及其内在逻辑的分析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他是通过这个 如果我们要这个因为课时的关系 我们没办法展开啊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他的这个现代日常生活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啊 他就对这个语言的逻辑啊 作了一个 就是说现代生活的这个语言逻辑 作了一个很充分的这样一个一个研究 一个研究 那么在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 这个书在他的这个日常生活批判之后写的 呃 这个思想有很多的这样一个雷同 就是说他做了一个 很把他思想做的一个宏观的 很系统的这样一个看过 那么他又进一步散发了 现代日常生活的批判啊 以这个对于现代日常生活批判啊 散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必然性和现实性 呃 散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内容和意义 这个内容和意义呢 讲的就是怎么样重建这个新的生活样式 就是说新的生活样式是怎么样的 是什么样的 呃 那么从 通过这两 在这两本书里面啊 可以说勾画了他整个关于这个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这样一个意义 在这个里面呢 他对这个语言的这个逻辑 对这个生活的样式啊 就是说他所规划的这个生活的样式啊 做了一个比较充分的这样一个展开 也就散发了他的作为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个意义 那么从这个呃 联斐福尔的这个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既是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一个继承 在这个在这个思想资源上啊 他是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个异化思想理论 包括对他的这个实践理论的展示 同时也是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革新 也可以说他赋予了马克思哲学理论以新的形式 以新的形式 新的理论内容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革新的话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呢 就不能变成对现代性批判的这样一个理论 也就是马克思的理论 异化理论成为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如何可能 实际上是通过什么 通过他对实践概念的重新散发 我们可以看一看在实践概念里面 我们如果把它和这个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个 开阔的这个建构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个 形而上的理论加以开阔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的散发了 从实践概念到异化理论 以及到日常生活的这个频繁的这样一个说明 那么都是作为他哲学的一个完整的步骤 完整的一个改造 那么在实践概念里面 在实践概念的散发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他讲了两个半筹 一个是什么 感性 什么叫感性 对感性概念作为一个深承认的这样一个散发 特别强调什么 实践的感性 实践的感性 不是一个被动的 不是一个被动 而是讲了什么 人的一个这个创造性的 这样一个这个实践的感性 我简单的概括一下 然后第二个呢 他讲了什么 需要 他为什么强调需要啊 是这个实践当中的一个内容 为什么强调实践 需要是实践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他刚才讲的 需要作为实践内容 因为你在这样一个社会 你的需要是被组织起来的 是吧 是被组织起来的 需要不是能认意的 不是个体能够规划的 而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承认 所以需要和感性呢 是实践的这样一个内容 我们为什么说 它是从存在主义的意义上 从人的生成的意义上 来重新规定马斯的实践概念 规定马斯的实践概念 所以这样呢 就形成了什么 他能够建构日常生活批判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这个理论前提 理论前提 你只有把需要和能得感性 能得创造性的活动结合起来 把需要讲到这个感性里面去 你才对什么 实践的内容啊 才具有深层的意义 才具有人的深层的意义 否则实践如果只有劳动的话 实践只是一个什么 表达宏观革命的概念 你只能说明宏观革命 而不能说明唯观革命 而只有把这个需要放进去 所以这个存在主义 后来包括这个布达派系学派 为什么都要研究需要的问题 我看到有的学生也写这个需要的文章 但是你包括上一学期也有学生写 但是他读了 他没读懂 为什么他们会讲需要 实际上他是在什么 是在探讨现代人的生活样式 你的需要是怎么被构造起来的 被构造起来的 他要到语言到符号到信息里面 去重新去思考 你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探讨需要的问题 为什么马克思那个时代 他们都不探讨需要 而现在需要成为能不能一个 因为你整个的这个生活节奏 不管你的生产和你的消费 都是什么被组织起来的 这样一个需要来引导的 来需要来引导的 所以你要 你通过这个需要 你就可以知道 现代人的生活样式是什么样的 是生活样 所以他是探讨什么 人的一个生活的问题 那么从实践开始 既然实践了 他富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含义 就要了这样一个含义 就要生成的那意义 那么要探讨建构 日常生活的结构是什么呢 他认为在马克思哲学当中 异化和非异化的概念 他对异化和非异化的概念的 一个说明很重要的 作为他一个工具是什么 异化和非异化 一般的按照传统的联究 都是放到什么 政治经济学 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里面 对能的这样一个联究 紧紧停留在这个层次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通过他对异化和非异化的 五个层面的一个概定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他把异化和非异化 作为一个什么 思辨理性 所谓一种理性 辩证理性 它是一个辩证理性的结构 这个辩证理性的结构是什么 也就是说 现实和理想是什么 我能存在的现实和理想是什么 是吧 我的思想对我的思维是什么 比方我们前面讲的 他讲这个理性的结构 这个异化和非异化是什么 存在和思想之间的关系 是吧 你的现实存在和你思想之间是什么关系 然后讲着你的 就是说 讲着你的这样一个 能做意识内在的结构 你能不能意识到你的异化存在 你没有意识到异化存在 你本身就是异化的 你本身就变成了异化的存在了 你这个人就是 人哪能没有思想呢 任何一个人都是有思想的 如果你没有被思想 你自己没有思想自己 你是不是就是异化了 你这个人没有思想了 没有理性了 你就是随波逐流的这样子生活 被这个生活的样式所规定 你说你还有意思吗 你还是一个人吗 所以你就是本身就是这个 那么同样的你意识到 你虽然是异化的存在 在这个异化的社会当中 每个人都是异化的存在 每个人都异化存在 那个有意识的意识到 自己是异化存在的人 他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异化的 所以他这儿讲了什么 已经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 而是把它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 这个层面上提升为一种 建构起一种辩证的理性结构 辩证理性结构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辩证的理性结构 他是不是就结识了 现代人的一种生活的这样一个方式 现代人生活方式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 他就讲了他的日常生活理论 那么这个日常生活理论呢 他通过对这个频繁 就是讲这个频繁概念 通过这频繁的推日常生活的一般特点的这个分析 他就揭示了什么 把整个革命 现代社会变成一个什么 哲学所要解答的问题 不是一个创造英雄主义 一个这样一个个体宏观革命 探讨这样一个国家 这样一个问题 而是讲什么 现代哲学啊 创造的是生活样式的问题 探讨的是生活样式的问题 因为这个生活样式是为什么 它是由语言 由重现 就是由这个时间概念语言 由语言的逻辑所规定的 一种可计算性的 所以它已经成了这种生活样式 那么在这样一个频繁当中 一个频繁当中啊 频繁的生活样式当中 能不能创造一种什么样的 创造性的这个生活样式 这就是他所思考的问题 他所思考的问题 所以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整个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了 他就是强调了这个 最后啊 就是什么 哲学啊 作为一种文化批判 文化革命啊 就是要创造一种生活样式 而不是一个 这个摧毁这样一个革命 就是宏观革命 一个国家政权的变革问题 国家政权的变革问题 谢谢大家